12月1日是牛俊风生日,杨子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,为他送祝福,此前两人曾合作电视剧《战长沙》,他们失业一对双胞胎姐弟,两人在生活中吵吵闹闹,不过以小满被姐姐香香欺负居多,其实牛俊风早就和杨子合作过了,当时牛俊风客串了家有儿女,小时候牛俊风是个小胖子,牛俊风与杨子因为拍戏成为了好朋友。 戏外也经常姐弟相衬,戏外牛俊风,也经常被杨子欺负,牛俊风是童星出身,今年在古装剧《楚桥传》中,饰演玉王元松,杨子还写道,愿少年一路前行,香香姐永远在你身后为你保驾护航,牛俊风生快借钱免谈,这里借钱有个梗,早前牛俊风在记者采访被问道,如果发微信给艺人朋友借五十万谁会第一个回你? 牛俊风当时回答,杨子吧,我觉得杨子应该会直接的甩给我吧,杨子微博截图,网友纷纷评论,哈哈哈哈哈哈塑料姐弟情,塑料友情,把人家黑成这样,确定不是在坑他,心疼牛俊风,生日当天的也被香香姐姐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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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